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大家好 歡迎來到發夏的頻道 上一集參觀大佛和傳奇樂園 我們接下來到水上市場吃中飯 那這個市場叫做四方水上市場 也是一個很熱鬧的景點 售票處在右手邊的建築 買完之後從主建築這邊進場 那這邊也有很多套票行商 可以穿泰國服裝 也可以搭乘小船在市場裡面體驗水上活動 入口進來後有一個挺大的窄眼廳 放滿了很多泰國國王的照片 這邊應該是歷代偉人雕像之類的 你看裡面很多東西 可以吃飯 可以吃飯 拍照嗎 一進來就有個小哥拍照 阿牌等一下問你要不要買 最近被人在叫我 有阿牌 有阿牌 他剛剛一直說 找我幾腳阿 你有沒有聽到 這裡好看 先出發 買這個 買這個回家穿 還有一間 韓龍 這邊要再拍 我家就先散送給你 那進來之後就是一個觀光事集啦 大部分攤會賣衣服、鞋子、包包之類的 在滿鬼 這裡有車 這就比較有特色一點 牛皮雕士 可以車嗎 你想車嗎 裡面吃的東西也是挺多的 但大部分是點心類的 很貴耶 一個實況 一個 車腳 車腳 要嗎 沒有 車腳 車嗎 後面 這裡沒有飯 騎後面看 小姐姐不吃飯不行的 咱們還是先去找飯吃 咱們吃飯 咱們吃飯 賣奶茶 燒烤的湯味很多 很香看起來也好吃 這裡還有臭豆腐咧 又有臭豆腐 這個蠻有特色的椰漿餅 吃起來有葉香很濃 很多小吃攤直接擺在小船上面 很特別 這個小小你要買嗎 有人在柬埔寨草要吃榴槤 到泰國都不吃了 趴得真兵 趴得真兵 有嗎 聽到對面有人在上歌 看起來很熱鬧 我愛你喔 我多深 這個 這個 這個養好了 等一下汽車 這個很帥 這個攤位很厲害喔 現場畫來賣的 色彩相當的鮮豔 許許如生啦 每張畫都是 這個帥哥應該就是攤主老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最後我們在中間的這間餐廳吃飯 是一個很傳統的小吃店 還含小店員是柬埔寨人 跑來泰國結婚 太冷喔 每一道菜不超過100泰銖 在觀光區很評價了 那怎樣吃都便宜啊 還有一堆飲料可以點 真的是不錯 吃飽之後又看到鱷魚攤位 索性買了一串來嘗鮮 吃起來還挺不錯的 特別的口感和土雞肉滿像 那在離開前 我們到這間賣包的店 真是超級多人 老闆也不錯 給我們殺了很多 推薦來這邊殺價 要離開前還下了大雨 這雨說來就來真的大 這個景點還不錯逛 吃飯水上市場裡面 可以玩兩三個小時 很多攤位都可以停下來逛一陣子 可以嗎 尤其很多股市想買的話可以逛逛 好了逛完水上市場 我們即刻出發到老虎園去 看外面這個輕盆大雨 這次幸好有帶傘 來泰國文千萬要記得帶 看它全部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進來老虎園的大廳啦 現在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興奮 而且現場的遊客真的相當的多喔 那同樣我們是在網路上面先訂票才過來 櫃台這邊也有賣現場票券 那值得一提的是 那種小隻的老虎是寶寶虎喔 寶寶虎只有現場才有賣票 現在他們在兜售電子照片 這個也很建議要買 雖然進去之後可以自己拍到飽 但是有個工作人員 攝影師可以另外拍64張照片給你 然後馬上傳到手機上 還是很值得的 泰國是OK 拍嗎 泰國是OK 我也可以 在進去之前 牆壁上有很多告示牌要先看一下 但原則就是不要摸老虎頭部 也不要有挑釁的動作 老虎園園圈區不大 但遊客真的多 幾乎每一個都要排隊 這邊參觀合照是和老虎的年齡來分類 還沒到 走 我們是 我們是最小的 有小型 中型和大型虎 當然最受歡迎的是前面提到的寶寶虎 我們在網路上訂票選小型虎和中型的 我們在網路上訂票選小型虎和中型的 其實小型虎的體型就已經很大了喔 慢慢來啊 慢慢來 和工作人員說法 是小型虎個性還不夠穩定 但也是很可愛啦 就定位之後就可以拿手機一直無限拍照囉 其實過程還蠻療癒的 每組客人好像十分鐘左右的步動時間吧 工作人員和我們剛剛買的攝影師也會指導拍照動作喔 摸頭 蛤? 不能摸頭 不能摸頭是嗎 摸頭不要 是嗎 你剛剛摸頭 沒有錯 我看他可以摸 我們不能摸 他是可以啊 我們不能摸 他會摸 這裡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笑雨天突然打了耶 嚇到這些小型虎了 剛剛還很慵懶 馬上緊張嬉嬉起來 工作人員馬上衝過來看著他們 剛剛沒有媽媽小小 喔 我以為有啊 我要浪費錢 應該在這裡買 他說 嬌嬌 不是在這裡 要這裡買 網路沒有 我不知道 可以跟他來唱片嗎 我不知道 現在這隻小老虎有點在罷工囉 不像剛剛那樣穩定 開始找地方休息去了哈哈 但是能夠這麼近距離看老虎在你面前走 大概一輩子也沒幾次這樣的經驗啦 哎呀跑來撒嬌了喔 喂 喂 那你會趴啊 你看他哪裡趴 那你會趴啊 你看他哪裡趴 我自己在哪兒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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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我摸了 是啊所以不能啊 接下來我們來到中型虎的地方 中型虎這邊又更加謹慎了喔 可以看到格瑞兩城的鐵絲網 待會我們兩隻老虎都會去做互動 哇,剛剛在旁邊看感覺還不大直 一進來才發現真視劇 如果他站起來恐怕就比我們還高了 其實站在這邊說不緊張一定是騙人的 只能慢慢靠近他之後 再按工作人員只是拍照啦 那工作人員會在旁邊戒備 只要發現有一場就會制止老虎們 所以盡量就是動作不要太大勒 在這裡真是分秒都不想多呆 有點可怕 讓我們來看看拍照的成果吧 除了這些之外 隨行攝影師也會把照片馬上洗出來 放在外面大廳都瘦 還蠻值得買的畢竟機會難得 最後一外拍到這兩隻老虎在玩耍 哦,他們 有一個贏了,一個輸了 這隻老虎還伸不給面子 直接踩上去 好熱喔 老虎的低吼聲很像跑穿引擎吧 不要喔,救命啊 他看他們是等身兵 好啦,那這部飲料大概就到這邊 剩下就是休息區的部分 旁邊有幾個攤位可以買買吃的小氣一下 休息完之後又要繼續下一個行程囉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了 大家掰掰 掰掰